那么这个白菜啊,这幅作品还是相对来说啊,相对上一节课的作品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白菜,我们要调的几种颜色啊,有几种颜色。 首先呢,它是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绿,对吧? 这种呢,是偏暗一些的啊,那么在它的这个明度上啊,这个绿呢,它是偏暗一些,比较暗沉一些。 还有啊,到时候还会撞入什么,撞入比较绿的这个三绿进去啊,这个三绿就是这个,这个颜色。 还会撞入这个颜色,那么主要会用了这个绿啊,还有这个三绿,这个叫花白绿,在这个樱花,这个吉祥颜料里边叫花白绿。 同时还会用到粉色啊,白色,不是粉色,用到白色。 白色来撞这个白色的杆啊,白菜的这个杆啊,我们会用到白色。 看不见吗? 啊,所以我们提前准备好这几种颜色啊,大家提前准备好。 白色,绿色啊,三绿,还有一点褶石,还会用到一些褶石。 褶石就是这个颜色了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绿啊,它里边啊,如果没有褶石就太纯了,加一些褶石进去,那么它的颜色啊,在里边会丰富一些啊,还有可能会加一点点淡墨进去,都有,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一边画呢,根据当下的这个色彩的反应的情况,我们再来做及时的调整。 大家最近比较忙,是不是? 最近能出门活动了,对吧? 多出门活动活动啊。 好了,开始了,那么在纸的这个,刚刚说到了啊,四分之一的左下,左下这一块,是白菜的这个,这个位置,对吧? 是白菜的这个主要位置。 我们开始。 哎呀,那么用的毛笔啊,就是这种阳好啊,这种阳好,你可以买那个,就是我们画的白云笔也行啊,白云笔也行。 嗯,你之前如果手里边有呢,就不需要,不需要买啊,就不需要买。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买一买。 我们先来勾一下底下的这两片啊,比较大的这个白菜叶。 那么这个白菜叶呢,勾的时候就是绿啊,加一点点折石。 绿加一点折石,看到没有?绿加一点折石进来。 这个,你想这个,这个菜啊,这个绿色。 它其实是有一些偏冷啊,加了一点折石之后啊,它会偏暖一些,这个颜色。 好,那么大致这个位置啊,我开始勾了啊,开始勾了。 找准位置啊,那么有线稿的同学啊,你就可以把那个线稿啊,照着放底下也行,或者自己描一下也行。 没有的同学,你就跟着老师一起。 徒手勾一勾啊,那线稿我好像也没有发,是不是? 调一下焦距啊。 勾一下,首先呢,找准呢,这个朝向啊,找准它的一个朝向就可以了。 那么这幅作品它是比较小啊,你不要画得太大了。 它比较小,尺寸很,尺幅不大。 这幅作品尺幅并不大。 那么勾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白菜杆啊,这些用笔啊。 哎,大家注意啊,有一点像书法用笔的这种写法在里边啊。 像勾线似的啊,你可以有一些钉头鼠尾的这种表现。 哎,有一点钉头鼠尾的这种表现在里边。 嗯,钉头鼠尾的感觉,对吧? 你找一找啊,那么就把以前自己学过的这些知识呢,能够运用起来。 运用的多了之后啊,你就自然而然就熟练了啊,就会形成一种习惯。 以后在,在哪里起笔啊,在四分之一处的,指的四分之一处啊,左下角这一块的中间。 位置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啊,你只需要大概的位置准确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啊,后期画的情况进行调整,因为你无法保证啊,每一个地方都能大小跟它一模一样,对吧? 啊,如果是对邻的话,这样呢,有时候啊,可以自己有一些主动性,比如在画的时候,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比如位置的问题,对吧? 大小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做调整,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改画的过程啊,一个动脑子的过程。 时间长了,反而对自己也是有所有一些好处的。 比如我这个好像画的有一些偏高了啊,一会儿小蝴蝶可能画下了啊。 好,不要画多了啊,先画这么几笔吧,否则我害怕。 啊,一会儿小蝴蝶画不下去了啊。 好了,下面呢,我们用这个绿色啊,大家晚上好,用绿色。 刚刚说了啊,一个是这个比较深的绿色啊,比较深的绿色,这个绿啊。 你如果没有呢,你就花青,调这个藤黄,然后往里边对一点褶石,花青调藤黄,首先调出一个绿色来,然后往里对一点褶石啊,它就能出来这个绿色。 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啊,先直接调这个绿色,然后笔尖上蘸一点点墨汁,再调一点褶石,比较暗的一个颜色。 我们从最重的地方开始啊,从最重的地方开始。 比如这片叶子啊,这片叶子。 那么点的时候,就像画荷叶似的啊,点的时候,用这个点督的方法啊,像画荷叶似的。 注意它的一个边缘啊,边缘,它的一个形状。 那么它垂下来啊,必须得有这种垂落的感觉啊。 那么大小啊,其实大一点呢,小一些啊,大一点,小一点,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中间这个白色部分。 白色部分啊,先给它留出来,先可以给它留出来啊。 对吧,先可以这样留出来啊。 你也可以呢,给它画上也可以啊。 都可以,各有各的处理方法,留出一点。 然后最后啊,我们一会儿啊,用白色来撞一下它啊,用白色来撞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颜色太脆了啊,太单薄现在。 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单薄,怎么办呢?积色,往里边积色啊。 颜色往里积,往里加。 。 这时。 哎,调一点这时。 那么这个白菜叶啊,它会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 它和画花瓣不一样。 如果画花瓣啊,你积了这么多的颜色。 那么这个花瓣呢,就太沉了,它就不轻盈,对不对? 那么白菜叶子,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质感,对吧? 它要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要有厚重感,那么你就积一些颜色在里边。 等它积一积啊,积在上面,不要动,不要害怕。 笔尖微微的再调一些什么,淡墨。 你看啊,它在一些勾的,到时候勾的燕麦的地方啊,这个燕金的地方呢,附近啊,它会重一些。 特别是头上会重一些,那么它的垂落感就会增强,对吧? 哎,别加多了,我这一块好像加多了一点啊,调整一下。 好,快速的画下一片啊,画下一片。 底下这一片也是如此啊,同样的方法。 那么注意一下用笔,你看用笔啊,你可以顺着啊,顺着一笔一笔的这么下来,哎,就不要乱涂了。 第二笔,第三笔,然后再来什么,调整边缘,调整这个边缘。 那么这个白菜叶啊,我先画的是反叶,是它的一个反叶,颜色会浅一些,所以积的颜色。 啊,不要过多,不要过多,并且啊,一会儿还得装白色进去啊,装入白色。 好了,来来来,能不能跟上啊,能不能跟上。 同志们,哎呀,今天双十二啊,应该给大家上个小礼物啥的。 没得顾得上啊,好,那么这边啊,里边的正叶啊,正面的,它的颜色会重一些。 一会儿我们要装一些重的颜色进去啊,对新来的同学啊,想跟老师学习的话啊,首先呢,点关注啊,关注老师的账号。 到时候会有推送给大家上课时间啊,上课内容等等一些啊。 好,紧接着啊。 啊,那么我们把这个里边啊,正面的这一块呢,我们要给它加重一些,可以调一点淡漠,加一点淡漠啊,往里边加一点淡漠进来。 再调一点点淡漠。 加重。 那么它的颜色也会感觉重一些。 多积一积啊,积在上面,积的时间越长,干了之后颜色越深。 白菜。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画这一片,画这边的啊。 画这边的。 哎呀,少勾了一,少勾了一笔啊。 对,如果你画,感觉自己啊,没那么容易上手啊,你可以先不要更画,先看也行。 啊,先看。 看的时候就能领悟到。 领悟到这个什么,领悟到一些用笔的啊,老师用笔的这个方法,对吧。 特点,以及画画的时候一些, 杜咒。 是不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啊。 那么像,像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就没有, 出生早了啊。 出生早了,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 00后的话啊,我这会儿应该是画得更好了啊。 有了这种, 记录的东西啊。 之前哪有这个啊。 之前哪有相机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买不起。 手机那会儿还, 刚刚能智能,刚刚能照相, 还不清楚啊。 那会儿像听老师上课,根本就没有这么。 都是挤着看啊,挤着看还看不清,人一多啊,还看不清。 这一片颜色,首先不要太重了啊,我们先浅一些。 先浅一点。 然后,有些地方再重一些啊,不要让它完全干了,干的太快不好。 我空调开开了,所以温度有点高啊,干的有点快。 不要让它干太快。 那么白色部分啊,可以给它留出来。 好,我们不能再画了啊。 我们回过头来再处理这个,这两片叶子。 那么首先啊,这个颜色啊,我感觉鸡展的差不多了啊,鸡展的差不多了。 嗯,是吧? 有没有感觉啊? 这个深色的部分,哎,我感觉很不错啊。 就是要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啊,白色登场。 好,白色。 要画白菜杆。 ok ok 啊,老师是,我是南方人,我湖北的啊。 湖北人 但我现在住在安徽 那么安徽同样没有暖气 所以得开空调 首先呢 调一些不是太重的 这个太不是太浓的这个白 不是不要太浓 一开始 为什么呀 我们先还不是画杆 我们先是撞 撞一下这个叶子 浅色部分 就像上一节课 我们画叶子的时候 是不是用到了太白 太白来撞这个叶子 它比撞水出来效果更好一些 你可以沿着 沿着这个叶片 叶片的这个 它叶脉的这个纹理 沿着这个纹理来画 也可以 这个就像画荷叶似的啊 其实就跟画荷叶差不多 像这种大型的叶子 什么白菜叶啊 你就给它当荷叶画 是一样一样的啊 什么这个 先把什么 等一下啊 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了 我又忘了 先把 先把纸表起来再画 会不会不 我这就是表好的呀 我这个啊 就是表好的啊 我这个就是表好的 它太湿了 它还是会皱 它可能不会那么厉害 不会那么严重啊 还以为我是山东人啊 哎 在北方上学 在天津上的学啊 应该没有一点 应该天津话不好学 没学会 东北话 那会儿在大连上班的时候啊 那 回家来都是有东北口音 东北话急剧感染力 好了 你看看 那么我这个白色啊 特别是这个反叶的白色 你就按照它的这个叶脉的纹 纹理啊 成这种散开的放射状的 来点这个白 效果就比较好 对吧 哎 然后呢 比如白与白之间啊 这个缝 有缝隙的地方 哎 我再把这个颜色点进去 给它加重一些 那么它就会有这些微妙的变化啊 这些 别感觉啊 它不起眼啊 不感觉是无所谓吧 其实啊 你都注意到了啊 注意到之后 对你画画 画面的最终的呈现效果 是非常有大的影响的 一幅画耐不耐看啊 就在 就是在这些细节的地方啊 还没完 还没完 继续啊 还没完 现在可以用白色了 来画这个杆 那么要浓一些了 这个杆啊 这个杆呢 浅了是不行 淡了是不行 来 那么 撞这个白怎么撞呢 直接画吗 直接画不成了图了吗 对不对 不成了甜色了吗 那么刚才画叶子的这只毛笔 蘸水啊 蘸清水 你刮一刮把颜色刮掉啊 但是笔上呢 会留下淡淡的这个叶片的颜色 对吧 会留下淡淡的叶片的颜色 特别是像这样的啊 根部的地方 你可以先把它统一的 用颜色啊 这样铺一下啊 不用铺太多啊 就是深的地方铺一下 就结构的地方 比如什么 就生长的结构的地方 像这样的地方 就是结构的地方啊 称之为结构的地方 铺一铺 那么我们把白色啊 再来撞进来 那么他就会把刚才铺铺的颜色呢 他就会把它冲到两边去啊 冲到画面的两 冲到这个杆的两边啊 放大一点 看啊 他就冲到两边 那么这个白色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白色啊 不会显得那么死白死白的 对吧 哎 他里边就会有掺杂的 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这样就比你直接涂色呀 要高级的多啊 要高级的多 也不要涂下来了 你看底下这块 我先不管他 对不对 好 趁着现在啊 趁着现在 我们用这个白色啊 白绿带绿啊 用白色啊 把这个流出的水线部分走一遍 如果走的感觉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干了之后啊 可以再用比较重一些的白色 再过一遍啊 如果像这样的叶麦啊 他都是干了之后啊 再画的 如果现在画了 他基本上就散开了 你看画出去 他基本上也最后就散开了 散掉了 干了之后呢 可以强调一下 湿的时候也可以像这样的 画一画都可以 哎 看看啊 那么干的时候 这个叶 这根白色的 这个叶麦啊 是可以用比较厚一些的白色 我们继续呢 给它 加重一些 让它明显一些 好 现在就不要动它了啊 现在动它意义不大 好 这边也是啊 冲过来 你看今天光线是不是亮一些了啊 我把灯打下来了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反光的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有反光的问题了 上一节课 虽然画面的感觉暗 但是它没有反光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就画摸骨 比较麻烦啊 比较麻烦 但是我的这个技法啊 绝对是 在别的地方 你很难学到啊 这么纯正的 自夸一下啊 大家不要吐槽 都是老相识了啊 咱都被人割 咱都是被人割过 割过一刀的人啊 我也被割一刀 你们也被割一刀 都是韭菜 所以价格比较实惠啊 好了 那么这个白菜啊 这片叶子里边啊 我现在我要感觉它太灰了 都是难兄难弟啊 我感觉这个颜色太灰了啊 不漂亮 怎么办呢 三绿啊 三绿要登场 这个三绿的作用 在这个里边呢 哎呦 不能说 是不是啊 啊 完了 我就害怕 回头又传不上去 谢谢提醒啊 说错了 大哥 现在是几点 我看看 七点三十三 好 我们现在要往里边提绿啊 提这个三绿 这个三绿啊 在这个里边 你知道吧 纯色 纯色在我们绘画当中 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炒菜的时候 这个提鲜啊 放一点冰糖 你看 相当于这个作用 多了太甜啊 太少了 味道比较平淡 不鲜 那么这个时候 要提鲜 你看看 三绿 点上一点 就干了啊 应该是 所以说不能化太多 画多了之后 我再来统一处理的话 房间温度有点高 那么大家如果是在北方的话 也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屋里边温度太高啊 干了太快 所以画的时候注意啊 提一提 这边啊 这边啊 有些地方提提 少提一些啊 这两片呢 就少一少一点 少一点 来少一点 那么这一片啊 叶子呢 有一些平了 就是种色还不够 那么我们继续啊 来给它加一些种色进来 就是把刚才的这个 叶子的颜色啊 这里边再加一加 再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 现在这个太 等一会啊 一会再点 好 那么现在啊 把这个 这两片白菜叶子上 多余的颜色 吸走 积的时间过长了啊 不能再积了 不然颜色太重 表面的吸走啊 不要下狠手啊 不要下狠手 不要一笔下去 全都吸走了 就表面这一点 给吸走就行了 不然的话 它颜色就变成一块空白的 整块颜色就被挖走了 那不行 吸走之后 我再给它补上啊 我再调一点种颜色 比较 调一点比较 浓一点的种色啊 比较浓一点的种色 这个绿 调一点 比较浓一点的种色 相对来说 比较浓一点的种色 提一提 你看看 把这个方向啊 给它提出来 相当于够燕麦了 对吧 提出来啊 顺道啊 有的地方 颜色不够 积攒一点 积攒一点啊 好多了 对吧 好多了 就是浓一些的这个种色 比如其他的两片叶子 其他的两片叶子 也可以提一提 可以啊 衬 这个基本的这个方法好不好啊 咱们画这个白菜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那么老师通过这三片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 下面呢 我们接着啊 要稍稍加快一点速度 加快一点速度 把整个的这个快速的给它铺铺完 快速铺完 哎呀 我说怎么看得这么小 我这个屏幕上我没有开全屏 看得这么费劲 也看得不清晰啊 好了 继续 那么我们稍稍 速度稍稍提一提啊 提一提提升一下 提升一点 先勾啊 同样啊 先勾 那么勾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狼豪笔啊 就可以啊 那么勾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重一些的颜色 就是刚才呀 画叶子这些比较重的颜色 你调这个颜色来勾 好 好 正能量满满 谢谢 谢谢啊 不用不用老刷这个 好了 那么重要的啊 找位置这个位置呢 你就看着这个 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上啊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啊 徒手这么对邻啊 真正的对着这个稿子这么去临摹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造型的能力啊 锻炼造型的能力啊 锻炼造型的能力 构图的能力啊 不是造型的能力 构图的能力 那么我的这个这个能力呢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 你看我现在 无论是之前呢 给大家 无论是之前给大家画老虎还是画什么 都是没有 都不不大起稿 那么这个能力啊 就是我以前这么练出来了啊 我以前画画有一段时间 感觉自己行了啊 感觉自己行了 然后呢 就不大起稿 也不定位 就凭一双眼睛啊 就那么这么画 做到新手合一 你就就会了 其实啊 当然了 不是说一开始就能画好了 对吧 一开始画不好 画不好怎么办呢 那只能改呀 对不对 不然扔了吧 又可惜了 就是对着这个画啊 对着人家的画 就改着改着啊 比如说哪里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有的地方啊 距离画大了啊 画空了 那么就得补东西 往里边补东西 补着补着感觉多了 那么其他的地方又少了 你又得往其他地方加 那么这来来回回 折腾啊 就是一个锻炼自己构图的 把那个能力意识啊 慢慢地培养起来了 是有一定好处的啊 不是说没有好处 所以就大胆的画啊 大胆的画很重要 就像这样的小莫古画 这个都无所谓啊 这估计就两厘米吧 比方 像这样的小莫古画啊 我上学的时候 有一年暑假 我就画了100张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这什么构图能力啊 哎 观察能力啊 看看今天能不能啊 一节课给他画完 如果画不完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给他画完 抽一部分时间画完之后啊 再画一张小画 好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一片叶子啊 那么这几片叶子大家发现没有 是主要的叶子啊 是比较主要的叶子 所以呢 先把这几片主要的画出来 再往里边啊 这些空的地方 哪平均了 哪少了 然后再去增加减少 对吧 去增加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在画画创作的时候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相信啊 俊莲在画画这幅作品的时候 他也是首先呢 画了这几片大的主要的叶子啊 有了一个主要的这个是之后啊 画面的是 有了之后 再来慢慢的添加这些小的空白呀 怎么让他呃 又丰富丰富丰富画面又能够呢 与呃 构图和谐 所以这个是一个啊 绘画了一个思路 好 那么我们看啊 继续 那么这片叶子啊 这片叶子 它的 这个叶片 是在外边 它不是直接在这个茎上面这么接上去的啊 因为白菜叶比较大嘛 这个小脚啊 这个小切脚啊 这一块啊 注意注意这个小姿态 一定要把握住啊 把握住 好了 把握住之后呢 到到这边啊 到前面 面积这么大的地方啊 比较大的地方 你就可以像画荷叶似的啊 用这种点读法 不停的在上面点 来点 注意这个起伏 有几个起伏啊 这些小缺口 小缺口留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啊 小缺口不能雷同啊 不能雷同 雷同了 你就稍稍呢 要给它改变一下 用的是熟轩 对的 熟轩啊 团扇超级超级好看 是不是 不说了吗 那个小团扇 我画了上学的期间画过一百一百张啊 画成的有一百张 没画成的还有几十张 那一暑假 这给我画的有 那功力啊 就是那么 大幅的提高 就在那一暑假 大家看啊 这个水啊 积多了之后 你看边缘就特别的明显 看到没有 特别的明显 像勾过线一样 所以呢 有时候就不要积的太厉害 否则也不 也不 不是那么好看 特别是里边的小的叶子啊 我们画的时候就不要不要让它积攒的那么多的水了啊 颜色不要积那么多 积多了呢 过深 那么它一生了之后就抢了外面的这几片主叶 对吧 所以里边的啊 淺一些 小白菜叶 他有的时候你就就像画小芭蕉叶似的啊 小芭蕉叶似的 那么画的时候从两边呢 往里边画啊 小笔触一点一点的点 挺有意思啊 我是文强老师的表哥啊 不是文强老师 哎 像这样的啊 小笔触加一加 那么其实呢 它主要是为了什么 为了堵住这一块的留白啊 为了把这一块的留白给它丰富起来 所以用笔的时候 你画的越放松越随意啊 越放松越好啊 越放松越好 现在用的是什么颜色啊 就是我这个 这个颜色啊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绿 绿啊 里边加褶石啊 这种灰灰的绿色啊 灰灰的绿色 用这个绿 来加褶石 暗暗的绿色啊 暗暗的绿色 不是青标哥啊 韧的标哥 假标哥 哎 画哪来了啊 画这来了 放松一点 画的时候特别放松 再来把里边这一片叶子给它画一画啊 一会儿我们就要处理这一片叶子了 那么画的时候啊 为了节约时间 你看我是一次性啊 多画几片叶子 无所谓啊 起行能力 你想中国 中国画 以前古代人都没有学过素描啊 谁都 谁都没有起行能力 对不对 都是后期自己练出来的啊 画的多了 自然而然就有了 这都不重要 诶 我还没有小黄车吗 我不知道啊 小黄车还没上呢 搞不清楚啊 这两天没有弄这个事情 没没没没太关注这个小黄车 这两天比较忙 好 微微的点一点什么三绿啊 刚才的小三绿啊 给它加一点 提提先 提提先 别加多了啊 少加一点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背面的 还有一个背面的 也加一点小三绿啊 提提先 弄个小助手 没有小助手 还小助手 嗯 没这个条件呢 这样就可以了啊 能挣多少是多少 对吧 这个不是目的 目的是跟大家交流交流 聊聊天 顺便挣一点钱 快 这要干了啊 赶紧勾 赶紧的赶紧的啊 调一些钢子 像刚才一样啊 调一点重色 往里面加一点点淡墨 我用的吉祥颜料 可以啊 来当树铜 重的地方呢 你就往里面积一积啊 积一积 加重一点 好 需要三绿的地方啊 往里面加三绿 嗯 这个课呀 其实 一开始啊 嗯 我没有太想 以这种形式啊 以这种形式来授课 感觉 感觉有点奇怪啊 那后来想通了 好 你看我把三绿啊 点进去之后 再让它积一会儿 积一会儿再给它吸干啊 积一会儿再给它吸走 想要的绿一些啊 你就多积一点 就往这个 现在我这个纸面呢 已经鼓出来了啊 凹凸不平的了 所以没办法像上一节课画牡丹似的啊 对吧 没办法像那样的了 因为我们积的水比较多 好 继续啊 继续画 继续画 你看这片叶子浅了一点啊 怎么干这么快呢 像这样的 如果你想低变 感觉不太满意 想要重新画的时候 你特别得注意什么 注意这个水 注意这个边缘 你如果没有对准 很容易出现两个边啊 就是干了之后 它有两层这个印记啊 我崩板了 是今天因为积水剂的厉害 它就是会这样 另外一个可能是跟我 今天板子崩晚了啊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 板子崩晚了 然后我就用开着空调 放屋里边 吹干的啊 吹干的可能不太好 应该是让它自然晾干会好一些 我说的想通了 不是说 啊 哪了啊 这个这片叶子 只能是画高一些了 画高一些了 绿加褶石啊 用绿色啊 加褶石 你就可以调出白菜的这个白菜叶的这个颜色了 自己给自己快过年了画一个发财图啊 摆财图 沾沾洗气 你看这生活呀 今天 画发财图 家里竟然漏水 像这样的啊 小角落 可以撞一点 不要太平了啊 有的地方重一些 有的地方呢 三绿啊 来一点 都是可以的 它丰富一些啊 三绿点一点 三绿点一点 然后呢 那个太白啊 太白 有的地方也要跟一跟 根一根啊 根一根太白 水是财 但是 但是 还是挺闹心的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鼓励 好 喝口水 嗓子也干了 谢谢大家 我看看这个清晰度 增点翻倍啊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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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发财的小手啊 好 好 继续啊 八点了 八点了 一个小时了 哎呦 这整快点啊 这感觉还得两节课呀 这个颜色 现在用的有一些深了 可以啊 你发到群里边啊 发群里边给我看吧 那个猴子啊 那个三只猴 那个课 那个稿子呀 那幅画呀 都是我自己 自创的 自己这个创作的 你想想那个课程啊 被卷到什么程度了 对 好 木骨要时间 这种画法 它比较费时间啊 过一段时间呢 过一段 我再教大家另外一种画法 会快一些啊 还有 它画法有很多种 明白吧 你想 就看 你想学哪一种啊 我的意思啊 我这个意思呢 是各种画法呢 都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都给大家学一学 演示一下啊 或者然后呢 学了之后 你自己啊 喜欢哪一种 你以后啊 就可以主要主攻哪一种 对吧 反正 首先得都见识见识啊 你不能说 不知道啊 你如果不知道 你以为啊 画画是不是只能这样画呀 或者画木骨 是不是只能这样画呀 不是啊 方法很多 慢慢来啊 慢慢来 因为这个才开课嘛 所以 你想120节课 要想把我 所汇的东西 全部交给大家 并且能够带着大家 熟练的掌握 120节课 都感觉都不够用 今天这个也是是木骨 它只是比较细腻而已 还有一种 你现在比较 画得比较粗放的 这种木骨 也有啊 多学一学啊 好 这个有的叶子上面 你看看点一些纯的这个折石进去啊 小叶子 也挺好 干了太快了 哎呦又干了 我把空调关上吧 包括写意画啊 有同学说想学写意 后面都会有画写意呢 其实会更轻松一些啊 我上课也会轻松一些 对吧 写意快呀 整个小写意啊 不整太难的 画起来没那么费劲 你想这个画起来就比较费劲啊 但是这个 这是知识 这是真正的啊 这教的都是都是干货 都是知识 像我们上学学这玩意儿 这花多少钱啊 一年学费就得一万 对吧 对吧 你像我之前教的在学校里教书那会儿 今天晚上有没有我的学生 我看一下 让他们学费都交多少 一年两万 也是我教 并且还没有 不可能教的像这样这么 仔细啊 这么长时间 因为老师 那是各个老师 不同的课 不同的老师带 所以说这个课程是真的是 所以我说一开始不想以这种方式啊 进行教学 感觉像在卖艺似的啊 后来想明白了 卖艺就卖艺吧 然后就出来了 干太快了啊 这个都快干了 趁着没干的时候 我们要点一些三绿进来 那么这个吉祥的颜料 这个花白绿啊 它是比较偏粉的 比较偏粉 它没有传统国画的这个绿 三绿好用 所以你 你如果是有这个 比较好的国画颜料 你还是用比较好的那个 生活不一样 都不容易 谁也不容易啊 现在还好 负担到没负担啊 现在没什么负担了 以前总害怕 以前总害怕老师会看见 看到我怎么想我呀 啊 这家伙为了挣钱啊 现在都会不会这么响啊 会不会这么响啊 会不会这么响啊 所以啊 我就是后来想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 大家能 能跟我学的啊 那都是缘分 对不对 都是缘分 抱着这种心态 多与少无所谓啊 你如果没报名 你能一直啊 120节课天天 每次直播你都能来 都能够跟着看完 那也是一种对我这个精神上的支持 对吧 那我也很高兴啊 那也不容易啊 能做到也不容易 对不对 都无所谓啊 里边一些小小的啊 这种小叶子啊 他可以画的随意一些 你都看不清了 其实到里边啊 这些藏在里边的 那么看不清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一个是对于他的一个整体的形状 你要有一定的把握 另外啊 就是色彩上啊 要有一定的变化 不要画糊到一块去了 好 把这个缝里边再填一填 嗯 对后面还会学到小动物 大家有什么想学的东西 你可以告诉我啊 我觉得可以 我就会安排 如果觉得不太行 我就不安排 尽量满足大家 还有同学让我画大老虎 哎呀 画大老虎 我真的太费劲了 大老虎 我暂时不安排啊 这大老虎 大老虎 画不开啊 画了镜头下也成不出呈现不出来 这一年得画画了多少张大老虎了 以前从来没画过大老虎啊 兔子猫啊 不起稿啊 不起稿啊 不起稿 不起稿 直接画吧 想起稿也行 起稿你就垫在底下啊 你把稿子垫在底下 然后直接画就行了 把这个指印放在上面啊 垫的这样画 你就因为起了稿有铅笔稿啊 画完之后就会很难受啊 看着就非常难受不好 影响这个美观 我再来一点三绿啊 我用这个这个三绿啊 不好 太太浅了 我挤点这个三绿啊 挤点这个三绿 其实咱们这个颜料啊 这个国画颜料啊 除了有几个个别的颜色 它不太好 不太好用啊 画这个墨谷的话 它那个杂质比较多 其他的还行 其他的都还可以 比如说什么褶石这样的不好用 花青这样的不太好用 花血液没问题 但是画墨谷的话 画公笔的话 它就不好用 大家就不要用 大家就不要用 好了 我们继续啊 继续往旁边看看 还有哪里没画 哪里没画到啊 这边马上到几下 他还有一片叶子没画呢 整一期高级 高级感的扇面砖香客 对这个吉祥颜料啊 它有一些 它颜色比较 比较亮 比较鲜亮啊 所以它会有一些像水彩 似的这种感觉啊 是的 你的感觉很准 可以啊 回头整一期高级感 高级的感觉 赶着客吧 也可以这样接色 这个扇面呢 画这个扇面 扇形 这种圆形啊 不是扇形啊 圆形 与这种斗方啊 方形 正方形 它是最难构图的 这两种啊 是非常难画的 所以说 没有什么 怎么说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对吧 这个方啊 方的和圆的 那是最难画的构图 太板正了 欣欣小姐姐来了 谢谢欣欣小姐姐 你要是能把这个什么方的圆的啊 这样的构图 你应该画明白了 那真是 什么长的长条的啊 像这种调平的 那跟玩一样啊 小菜一点 调平是最好画的了 我说的是构图啊 说的是构图 最好构图的就是调平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啊 比较极端啊 非常修长啊 比较极端 它就比较有特点容易画 方方正正的 那就不行 板板正正的啊 谁出师了 早着呢 还出师了 出师还早着呢 好 这里边再装白色 8点多了 又得两节课了啊 搞不好又得两节课了 再快点速度吧 居连的东西非常的 里边啊 里边东西 它的这个笔法啊 以及构图 构图的特点 等等 非常的讲究 所以你学它的东西啊 你学 学一学 对自己的提高会很很大啊 会很大 有很大的提高 就得学好的啊 高端的东西 学了之后 你就能提高的很快 你再看看其他的有一些啊 身边上的那种行画呀 你就入不了你的眼睛了啊 否则的话 你看到一些画啊 哎呦 真好看 真好看 其实 格调不行 对不对 多看啊 多看 运输平的也好呀 运输平的 当然没问题 运输平 到后面我们就会学它的了 运输平的更细啊 它更细 它那个细的都像染色似的 像画工笔似的 一开始都没有选 我选 为什么选择居连的教大家呢 选了一个中等型的 不是特别的极端啊 像运输平的呢 它那个也很细 那么像任波年那种啊 太粗犷啊 我怕大家接受不了 所以选择居连比较中庸啊 这个公系之间啊 公写之间 比较好接受 整个那个怕你们接受不了 你就找他们莫果的书啊 不用找买书啊 你就看他们的画册就行了 看什么巨连啊 任波年啊 看他们的画册就行 你想找那种学习的书 市面上也非常的多 但是真正的这个质量啊 良有不齐 整不好给你带偏了 因为现在出书门槛太低啊 太简单 几乎没什么门槛 出版出版社呢 有 就就是反正就是 大家也不要乱买啊 学习的东西啊 一个是吃的东西 不能乱买乱吃对吧 一个是这种 精神粮食也不能乱吃 出柜啊 现在这个图片时代啊 视频时代 纸质的书就显得 特别是画册之类的啊 印的好的呀 特别的贵 确实特别的贵 好几百上千一本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如果是 能够找着这些图片 你就看图片就行了吗 当然了 任莫年莫古大家呀 能没有莫古吗 莫古不要画得太好 这个任莫年的这个莫古它是非常的 比较好啊 非常高的 你学它的莫古对你画写一画那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因为一有同学一开始你画一个写一画你不一定能掌握好笔墨啊 这种笔墨的训练绝非是短期内短期啊短时间内啊能学会的 他 他需要长期的这种啊 一个是你比如说手感呢 你画画的时候找这种手感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笔墨的这种认知 体验 体悟啊 那么任莫年呢 他的这个 一开始掌握不好 你可以学习他的任莫年的这个莫古画 他的莫古画有时候偏工细一些啊 有时候特别粗犷一些偏写意一些啊 但是有一点什么好处呢 他的用的纸啊 呃有时候是在熟轩上 熟轩相对于升轩要好找空的多 但是他在熟轩上他画的时候 他也同样会注意笔法 注意用笔的方法啊 所以你能清晰的看到他的一些这种用笔的方法啊 你能够推推断出来 他是怎么用笔怎么画的啊 那么对于你画写意画 你会说在升轩上在画的时候 你就会 就会用上对吧 你就会学会啊 所以我是比较 推崇这几位画家的啊 他人物也画的好 那人物画的也是相当的厉害 所以说他是属于 天才型的画家啊 巨匠啊 五百年来 五百年来的大师 五百年来的大师 你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一个巨连巨超的 翻一翻 没事 多翻一翻 读一读 经典的东西 常看常新啊 隔一阵翻一翻 又有新的这种领悟 对吧 对吧 谢谢毛头鹰 说着说着 我要说多了 说光给别人做宣传了 他俩要活着 我做他俩的销售 都比卖我自己的客强 你看看这个位置好像没画准 这片叶子画往里了 那么这片叶子就要从这边交叉 我这片叶子画的靠近 靠得太近了 这边我就从这边交叉 不能从中间交叉了 中间交叉不太好看 抽一眼 它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遇到的情况 这种穿插关系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就得自己随机应变了 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片这么交叉 比较复杂 不要交叉到点上了 千万不要交叉到这个焦点上了 就跟画画兰花啊 画画兰草啊 这是一个道理了 帕老师面包牛奶吃不上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跟你说过了吗 这个画画的人 画家 哪怕是现在成名的一些大画家 那都是穷过来的 别看现在多风光 那都是过穷苦日子过过来的 没关系 对最终 作为一个人呢 最终需要的就是精神粮食了 物质给你带来的快乐 是不会持久的 精神上的带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 是能够支撑 支撑你啊 花花对花花就是跟自己相处 我为啥愿意后来又又说一句 这个为啥后来又愿意 愿意在这画画呢 其实吧 也是为了 说的不好听一点哈 就是为了逃避生活的一些 金毛蒜皮的事 每天能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啊 自由的时间 太好了 生活就是一地鸡毛 上一团乱麻啊 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 你看如果我不上课 我就得天天呢 就是 面对生活的各种小事情 哎呦 想想都害怕呀 不用带屁孩儿是一方面的 只是一方面的 这两个小时 你看看我就是 与世无争啊 外边的世界与我是 门一关就与我隔绝了 对吧 我这房门一关啊 外面再怎么样 我也不管它了 那房子漏的花花的 我也我也不去处理它了 也不管它了 它漏它的 我画我的 但是课一结束啊 我还得去把这个漏洞给它填上 哎 就得回到现实 我还得去把这个漏洞给它 啊 要对得上啊 这个里面太错综复杂了啊 那么画的时候 首先呢 也是得分组 自己啊 最好能够自己给自己找一找分析分析 然后自己给分一分组 那么这样你你自己画起来 你心里面就更清楚啊 对 画画的时候你就是就是这种状态 特别的好 外边电话打破了 我也不接 不管了 他的数不清楚有几颗白菜 你自己数数啊 我感觉两颗吧 主要的就是两颗嘛 这边一颗这样的 对吧 这边大的一颗这样的 哎 感觉主要就是两颗 其他的都是小分枝 就什么时候上课 嗯 基本上就现在都是晚上吧 一天周一到周五可能 没敢定太确切的时间啊 不太稳定 但基本上还好啊 基本上还好 天 我没什么事啊 晚上我基本上都能剥了 现在 除了紧急事件 碰到什么紧急的事可能剥不了 好 把这些叶子啊 再给他处理处理 用白色啊 把这个杆 这一只啊 我们先给他完成啊 完成这一只 这节课画不完 我们下几个继续画 我小看这个小白菜了啊 没想到也挺费劲 像这样的啊 它画完之后呢 它是用 画完之后啊 再勾啊 这些重的地方 叶脉的地方 再提一提 浅的 用深色勾 一遍啊 深色勾完之后啊 用浅色勾一遍 用白色勾一遍 就是这样 他就比较精神啊 比较精神 所以莫古人说完全没有线吧 也不是啊 也有线 像这这幅作品啊 最后的收拾环节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怎么收拾出这个画面来啊 怎么 怎么 怎么这个叫什么 画龙点睛啊 非常的重要 你看这小精致的地方啊 一勾一提 一会用白色 比如我们现在用白色 同样这个杆 我们先啊 用淡淡的这个 绿啊 过一遍 淡淡的绿色 过一遍 这样能保证他能够衔接起来啊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杆啊 他比较重叠 那么他就是有一深一浅 对吧 上面呢 就是完全就是有颜色的了 就用颜色来区分他 这样做 masuk到 现在温暖的对方 我先看一下 现在有一个多小时的 这一会儿 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 我一会的病人 是一会儿 有什么 装一下 那么这上面啊 就不要装了 这边就不要装了 把这 这个提提啊 这个颜色提起来 把这个白色提起来 不要覆盖这个 不要压这个墨线啊 不要压刚才勾的那个线 在他旁边啊 在他旁边 如果不够啊 一会还能继续再提一下 真的 感谢猫头鹰啊 猫头鹰比我还操心 我感觉我挣钱了 得分你一半 不然感觉有点对不起你 对不起 顺势这么一钩 啊 回头用声色啊 这旁边的复钩一下 啊 作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猫头鹰必须得感谢他 那猫头鹰对我的支持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感谢观看 好 这幅作品需要什么 需要最后的地面也非常的关键 否则这个白菜啊 你就感觉很平淡无奇 地面的衬托非常的重要 至关重要 得感谢对得感谢冒天音同学啊 否则很多很多同学都不能认识我 感谢观看 站一下 看见留白的地方再来填这个白色呢 它就会比较亮一些 下几个画小写意啊 下几个画小写意 感谢翘尼 感谢墨头鹰 感谢所有的同学 下几个我们画小写意了 我也能稍微这个放松一下啊 以后这个墨骨啊 咱们一周啊就画一次啊 争取 或者一周 一周画一画 画一次可能画不完一张画 一周可能画两次 或者两周画一幅 但是两周啊 比如说上了一周 这个墨骨下一周呢 就不上墨骨 就上其他的 穿插着来啊 穿插着来 这样大家可能也不会 觉得那么枯燥啊 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儿吗 你如果画进去了 你就不会觉得枯燥啊 如果没画进去 我会觉得很枯燥啊 很无聊 具体时间还没定呢 反正基本上可能最近啊 都是晚上啊 都是晚上 晚上这个上课 回头 如果小孩开学了 可能就白天也行 好 你看这反光反的 大家是不是都看不清 好,再往上画一画,把上面这一块画了啊 画完把底色啊,把这个石头一铺 玩小花一点 下几个把这个蝴蝶小花画一画 许妹啊,许妹估计睡着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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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就是哪个颜色 哪个颜色 嗯 叶子的颜色吗 叶子颜色就绿色啊,绿色里边加了紫石 有的地方会撞撞入一些白啊,和这个分散绿 三绿 嗯 像这样,抓一点三绿 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紫石 啊 有的地方呢就是画一些这个褶石啊,装一些褶石,这个不能再往上画了,往上画我的小蝴蝶,画不,画不下去了,整体这个白菜画大了,整体的白菜画大了,整体的白菜画大了,整体的白菜画大了 全体呢,整体呢 整体呢,这颗白菜给整大了 所以啊,这就是没有低稿的话呢,发起来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 大一点 发大财 还大,发大财啊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都已经画大了 里边还没画下去啊 应该是画到这儿来啊 这个在中间 不好改了 应该就是让这个 让这个楼上漏水锅影响心情了 上课之前 上课前半小时发生的事情 正准备吃点饭呢 怎么听到厨房滴答滴答漏水 饭也没吃 这小杆 现在我给它画上 还想画凤凰呀 可以啊 回头把那个花园的凤凰 哎 你们不能看回放吗 为什么还要 我那凤凰我觉得我画的也不错啊 也是以前没没画过 也不能说我画的不错 只能说花园画的好 所以我在一临摹呀 我感觉也挺好 那凤凰 一个是凤凰 一个是老虎 一个是那个孔雀 我有一次给那个 你们七合一的同学上过一节孔雀课 对吧 谢谢姨姨啊 嗯 然后上上了那个课 我这几样东西啊 在在公在之前在公司里边啊 那都已经是出了名了 很多一些同事 一些领导啊都找我要 这几样东西啊 让我给画的 然后回家前 什么孔雀让人拿走了 老虎让人拿走了 凤凰让人拿走了 这几样是最抢手的 都送人了 啊 还有梅花路 对 还有梅花路啊 梅花路也是啊 也很抢手 之前贴贴公司墙上啊 全让人给摘走了 一顿轰墙 之前有画过啊 孔雀画了五次呀 嗯 那个孔雀画的还不错啊 因为之前也是画的少 我也不咋画这什么孔雀啊 这些东西啊 基本上我之前都没怎么画过 一个是比较新鲜啊 对我来说也比较有新鲜感 有挑战 Walk eso 来 怎么 JJ 咱 嗯 Phone 这个灯光打的太亮了啊 灯光打的亮了 这个感觉这个白菜发白 不是颜色不太准 感觉这个白菜发白 看一看啊 检查一下有没有画漏的啊 没有漏的 我们就把这个底下呀 铺一遍颜色啊 铺一遍颜色 或者把白菜回头精细的啊 再刻画一下也行 先画花吧 花画完啊 我们再把这几朵花画完啊 今天就到这下课 下一节课呢 画蝴蝶和地面 然后如果有富裕的时间 再给大家画一张 小写意作品 好吧 我主要不是 饿的不饿 我怕不知道厨房露成啥样了 我 别 一下课回去 成水连冻了 还是得还是得管呢 好 调藤黄 藤黄 藤黄里面可以加一点鹅黄或者是猪标这一类的啊 找个碟子 小爹的呢 小爹的呢 这个黄啊 一定要把握住啊 这个 你可以用鹅黄也可以用藤黄啊 一定要干净 往楼下是不会往楼下的啊 我就住在一楼 所以敢这么淡定的来上课呀 来住楼上我也不敢呢 用这个藤黄啊 藤黄 调了一点太白啊 先不调太白也行啊 搞错了 用藤黄 藤黄点完之后啊 再来往里边撞入太白啊 再撞入太白 白色的笔 没事没事啊 没事我拿盆接好了 我已经拿盆放底下接着了啊 所以做了一些处理了啊 也不是啥也没干的 毕竟是自己的自己的家呀 也不能不管呢 放心吧大家 对有点像小菜花啊 叫什么油菜花似的这个花瓣 你看这个灯光下特别的耀眼吧 刺眼吧 黄色用好的非常的高级 很富贵 金碧辉黄的感觉也有啊 一到春天 有时候出去看油菜花是吧 再往里面撞白啊 白色是撞入进去的 如果你想啊 这个边缘再清晰一些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那个珠标 调一点珠标 调一点这个红色 你看调一点点笔尖调一点红色 调一丢丢 哎 一个橘色对吧 哎有的花瓣呢 你也可以偏橘一些 哎 或者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就好一点啊 然后再把这个白啊 撞进去 那么它的边缘 哎 它偏红一点啊 偏黄一点 它会清晰一些嘛 这个花 而且还有变化啊 有了深的浅的变化 也就好一点 像这样的边缘 我可以从边缘的地方啊 我点一点进去啊 它就有了一点点体积感啊 有一些体积感 在这边涂亮的是什么 不要用金粉画呀 咋那么俗性呢 可以用一点点 你可以把金粉 调一点点到这个里边啊 不要全部用金粉画 那就不好看 也让它有一点点 然后有时候在光线下面呢 会有一些闪闪发光 也是可以的啊 完全用金粉就太土豪了啊 太显得土豪了 嗯 把镜头拉近点是吧 小花 小黄花 四半 四半一片 一朵 四半一朵 四半一朵 我来 是那个什么 他不是搞不知道 是是因为什么原因 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啥 漏 还是那个厨房油烟机上面的腌道 那一块 好像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一块漏水往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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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就看看 不知道 楼上也没人搞不清楚 業者 那一块漏水往下漏 一块漏水往下漏 如果把这个漏水往下漏 三公子 一块漏水往下漏 那些垂法 那些是终点 好 把有花的地方先都整齐啊 给它点出来 整体点出来啊 这个小蝴蝶 小蝴蝶都没地方了 都没地方待了 这幅作品有野趣 所以说这个居连居潮啊 他们的这个作品啊 这有一点像那个之前我们学的啊 讲的华言的那个感觉 对吧 田径地头 这种小景 特别有情调 就跟那个 我们说皇家富贵 徐家野异 对吧 有这种野异之风 不是说是挂在 不是说是供皇家啊 专用 有人间烟火气息 对吧 他没有那种庙堂的那种感觉 小红花 嗯 旁边还有一小只啊 旁边还有一小只那小只呢 有给花啊 还有几片叶子没花 那么上面啊 它上面不开了好多那个像油菜花像的那种小子吗 那是没发 没有开花的啊 有一种花叫醉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有一种花叫醉蝶 这个醉蝶呢 长得跟这个很像啊 醉蝶跟这个玩意长得很像 特别是我说的是花头这一块 长得特别像 阳光一照啊 它就打开了 傍晚太阳 呃 落山了 没有阳光了 它就闭起来了 闭合起来了 很有意思了 这个醉蝶 像小蝴蝶似的啊 长得 知道啊 彭春 这不是太阳花 好多花都有这种特特性啊 呃 有太阳的时候就开的特别好 没有太阳了 它就就合上了 这种像阳的这种感觉 对吧 看哪儿看不到了 我缩小一点画面啊 我画出镜了 刚刚这个这里点了几朵啊 没注意看 再把这边啊 穿这个枝子 枝子没穿起来 穿起来 小枝 小枝子啊 咱们可以用偏绿一点的颜色啊 偏绿一点的 也偏绿一些 有几片小叶子 小草 还是小叶子啊 你看他画的这个草也特别有意思啊 你看这还有一个小草啊 都是我们在平时都能看见的啊 平时生活当中都有的东西 非常具有生活气息 像这样的 你就颜色浅一些 浅一点啊 虚一点 它就是一个 一个陪衬嘛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个背景啊 这么快就炸毛了 还得磨练磨练啊 说明大家呢 这个性格 还得磨练磨练 你看我就没什么感觉了 现在完全不会急躁 因为平时画画的时间比这还长啊 真是画创作 一天画画个十来个小时都很正常 长毛是离子汤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先画到这啊 一会儿呢 我 我去 瞅一眼啊 下一个我们接着画 争取下一个画完 争取下一个画完 那么课下 那同学们可以先把上面的这些小子啊 自己对着圆图先给画一画啊 现在勾一勾 这个比较简单的啊 大家可以提前完成一下也行 小蝴蝶可以先画差不多了 你先可以定个位子 对吧 勾个行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直接 直接画 直接画 看这个地方我是画错了 我看怎么改一下呀 回头 嗯 看这个 这边是三颗啊 三颗 三根这个方向啊 改一改 有的地方加重了呢 你就可以加重一下 勾一勾 再提一提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收拾的环节啊 这是收拾的环节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项了 那 钉头收尾 走 哦 哎 卡一卡有的地方呢 是不是 我会这个杆啊 有的地方提一提 哎 醒目 醒目一些 又精神一些 小顾 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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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不roph knock 也不是 这个地方是白的啊 刚刚画错了 给它补上 好了 那么今天先到这儿啊 因为这个我 我得出去看一看 出去看一看 下一节课呢 我们把它完成啊 有新来的同学呢 给老师点点关注啊 点点关注 会都上课会通知大家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课程啊 都是晚上上 都是晚上上 我现在还没有分周几到周几啊 可能周一到周五周六 我还没事 我都晚上我都愿意上课 因为只有上课时间 才是属于我的时间啊 所以我一般都愿意上 所以你晚上的时候 到七点钟啊 可以 老师买白描稿 可以吗 没有白描稿卖啊 这个没有卖的啊 这个白描稿 是我自己给屁的啊 用PS给屁的 好不好 喜欢这个课程的同学 可以购买啊 这个课呢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划算啊 非常有价值的一门课 你因为 因为你们之前 所学到的啊 你们之前不是在 我老东家那儿 前东家那儿 报名的那些课啊 其实也都是我设计的啊 我是主要的 主要设计者 对 基本上可以说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都是我设计的 所以你之前没学到的 在这儿学是一样的 对吧 你就 你等于说是找着了 直接找着了 第一手 没有中间商了 之前有个中间商啊 上个时间就是晚上啊 上个时间就是晚上 对 你们之前学的什么 小写意大写意 破彩破墨啊 工笔墨谷 包括后面的彩墨青绿啊 这些课程 基本上 这整个一套 不是说基本上 就全部都是 都是我主导设计的吗 每一节课 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啊 都是我设计的 包括你们后续的那些课程 还没有上完的 所以呢 你如果想继续学不用纠结以前的课 没学完啊 怎么怎么的啊 没关系 在这儿学了都是一样的啊 我都会把这些知识点呢 这些知识的地方会告诉大家 好了 那玉山老师 玉山老师不知道干啥去了 最近也没联系 那今天就到这了啊 我去看看 我的厨房 好了 大家晚安 在哪看回放啊 你看主页啊 进我的主页看回放啊 进我的主页买了课程之后才能看回放 如果没有买课程是看不了的啊 我看一下啊 教大家操作一下 你看我的主页嘛 这不进入店铺啊 进入店铺 用店铺之后呢 有个小店 哎就有这个课 对吧 你就点点击进去 然后点购买就行了 不贵啊 不贵 一顿火锅钱 好 那今天咱们就到此结束啊 明天继续啊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画 哎 明天好像是 明天好像是特殊的日子 明天不知道能不能播啊 回头通知 回头抖音上通通知大家啊 拜拜 以为买这幅画 不是买这幅画啊 是买这个课程 120节课 120节课算算有多少 多少张画吧 好了再见 120节 120节 今天这样的算一节 拜拜 拜拜 不能再聊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